接著帶您關心 小犬颱風 全臺累積超過五十一萬戶停電 其中張雲嘉市特殊重災區 沿海地區尤其嚴重 因為遭風帶來嚴沉害 讓嚴沉嚴重附著在愛子上 造成短路 影響了宮殿 臺電已經加派了近兩百名的人力 麗拼今天晚間要全部復典 民眾開車行進雲林輪背的鄉間道路 卻被眼前這一幕嚇到緊急煞車 路邊電桿上的變電箱突然爆炸 電線還直接炸斷掉落地面 小犬颱風襲臺 造成雲林將近八萬戶停電 不少民眾家裡停電超過兩天 相當無奈 台電公司統計自七號 全臺已累計超過五十億萬戶停電 其中張雲嘉屬於特殊重災區 共有二十一萬四千戶停電 這次停電災情會如此嚴重 臺電表示是因為嚴沉害所造成 沿海地區尤其嚴重 強風夾帶了大量的我們的嚴沉 從左水溪盤吹過來的嚴沉裡面 又夾帶了大量的嚴分 那卡在我們的艾子跟變壓器的 這些的設備的上面 然後影響了它的絕緣效果 然後進而造成了設備的短路跟故障 臺電表示當艾子被嚴沉嚴重附著 就要以水柱沖洗 人工擦拭清理 每顆艾子或進行更換 以全力搶修 而臺東蘭嶼這次災情相當慘重 多數電感倒塌及設備受損 一度造成全島停電 目前仍有約一千戶未復電 臺電連派三波搶修人員抵達蘭嶼 加速復電 相關物資與搶修 集聚也陸續運抵蘭嶼 把相關的民生物資 還有一些搶修搶險的一些設備 都用貨輪載到蘭嶼去 那也今天早上順利抵達 臺東縣府也針對受損災戶 重寬認定 初步發放 每戶五千元未溫金 另外屏東恆春滿洲 同樣是颱風重災區 部分較偏遠的地區 復電速度較為緩慢 而全臺至七號下午五點 包括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和台東縣 一共上有四千一百多戶 好為復電 記者 求指揮王龍濤 王威雄 張明哲 綜合報導